师父您明年两月份将要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举办法会 然后我都听了李师兄的广告 师父您还帮他配音呢 然后我听到会场很大很大的 可以容纳六万多人 然后就想想师父您举办这样一次法会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众生能够有幸遇到这样一次超大殊胜无比的法会更不容易 因为我看佛经上说佛陀当年吓到我们这个说佛世界红法度人 都是因为大师姻缘才能成就如此殊胜法人的 然后百千万节都难能治愈 当年我们没有这样殊胜的福报姻缘能够亲临佛陀坐下听法 已经追悔莫及 今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师父开法会红阳佛法的机会 因为这样超大型的法会 一定会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隆天护法到场 不得了的 不得了 我告诉你啊 不知道来多少菩萨 我告诉你 天上已经都知道 已经连隆天护法都忙得不得了在住院呢 当年佛陀开法会的时候嘛 都是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来参加法会 然后每次佛陀开世完以后 就会有许多众生破迷开悟 证得各种果位 欢喜兴受 依教奉行的 然后弟子觉得 其实像每一次大型的法会就等于一种集中的加持点化 每个人都会在自身的境界平静口得到一个提升和突破 如果单靠平时自己修是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 然后今世有幸成门诸佛菩萨的佛力加持 才更容易一事修成 往生其乐 如果错过这样的机会 以后真的又不知道要轮回多少事才能碰到 然后很多弟子觉得法会年年有 每次内容和形式都差不多 就把法会作为一种旅游 一次和家人朋友聚会的机会 有的有碍于钱财 要用在人间的吃喝玩乐上 有的有碍于时间 要用于熟视的追求上 所以对参加法会不够重视 我们不曾想到 法会举办的次数是有限制的 但是轮回是无尽的 师父每一场法会 其实是给我们创造一次难得的 暂时回一次天的机会 就好像一个孩子虽然背井离乡 但是经常回家看看 回家的路他就不容易忘记 家人就会记得他 每一次回家 家人也会给予他生活上的帮助 解决他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 以后告老还乡的时候 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 父老乡亲也会迎接他的到来 而如果你总是不回家 沉迷于远方的生活中 等到真正要回家的这一天 就很难再找到回家的路了 所以弟子真心希望 有更多的友人人 能够参加二月份的新加坡法会 珍惜这次千万劫难遇的机会 以后用无法用人间任何东西 可以买到的机会 不要再像当年错过佛陀开示一样 等将来世中 后悔当初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 当年别人都证过 上天超脱六道 而今自己还在红尘中跌宕起伏 苦不堪言 后悔莫及啊 讲完了吗 讲完了师傅 讲得很好啊 你这个已经在做功德了 因为真的 你讲的都是对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当中讲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要基石啊 所以基石就是你现在要证实 证信证念证实 就是正好 是这个机会还很重要的 所以真的有时候想想 真的忘记老忘记回家的路了 真的以后回不去了很多人 是的 因为弟子也觉得很可惜 马油的同修 可能一开始三分钟乐度 到后面就把这个不是太当回事 觉得在家里念念经修修心 也差不多就不怎么对这方面 你看有多少孩子 他是到香港去之后 一个孩子 昨天晚上我刚刚知道的 他妈妈把他孩子带过来 他的孩子不过去哑巴 不会讲话呢 开完法会之后回去会讲啊 你看看看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可能啊 关心不是要大慈大悲啊 对不对啊 我们六万人的法会 你知道在天上它是什么个概念 菩萨法喜充满了 你们知道吗 你知道有多少人 新加坡当地有多少人 连这个会场都没进去过 就像新尼哥剧院 很多人参观参观都要钱的 漂亮的国家体育馆 漂亮的不得了 整个像个 一个鹅蛋型一样 它上面盖 这个顶绷 顶绷可以开啊 可以盖的 就是一个 就是整个这个会场里面的设施 全是世界一流的 漂亮不得了 而且我们 我们还会 有那个 同生孩子 全部整整齐齐的孩子 因为我们有 很多孩子就 有一个学校 有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学校 是四千个孩子 整个学校里 全部念大悲咒行经的 他们还 大学 四千个孩子 全部大悲咒行经 所以这是挑出来最好的 一百 一百多个孩子 来朗诵给大家听 上面还要展画 显画观世音菩萨的法像 这个画身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画身 每一个画身 小孩子念经的时候 我们还有唱佛歌 在前面 非常精彩的 前面 上面的LED大屏幕 全部展现 观世音菩萨的莲花呀 观世音菩萨当年的一些景象 大制作 非常厉害的 所以 吸引新加坡 很多人 不学佛的人 先来看看会场 然后他们一看 哇 佛教这么好 是这个概念 你听得懂吗 这样度人的 用现代话 现在我们用 电脑度人 用网上度人 对不对呀 我们已经 很发喜了 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这么好的 现在度人的方法 对不对呀 这个真的 还要专门找 还要专门找 那个 就是天籁之音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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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演员 科兴 科兴 来唱佛歌 到时候 整个会场里边 都是有回音的 就是整个在山脉当中一样 观世音菩萨的相簿 显示化出来 他是七彩的 整个会场里 这个大屏幕上 全部 他不是一块块方的大屏幕 他是整个在会场上面 圆的整个上面都有的 厉害吧 哇 太殊胜了 看了你简直就是像 就就就就 就是现在的我们还在弄啊 他们叫我不要讲的 我现在憋不住又又讲出来 似乎剧透了剧透了 我这个人们就是这样 我像让大家一起发喜嘛 对不对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人家开奥运会的开幕式啊 要搞成非常非常的殊胜 因为主要是吸引那些还不学佛的人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在这样的射受力下面 就是哪怕他不信的 在这么震撼的场面下面 对 不信也得信啊 对啊 你看这些孩子一念经 对不对啊 那些那些那些唱歌的时候 最后最后唱了观世音菩萨的经文 心经 哦 这种感觉啊 然后还有人唱啊 在唱歌 可能还要唱 嗡马里巴咪 哄 整个会场里 大家都嗡马里巴咪 哄 然后或者是 大家都感谢观世音菩萨一起讲 哇 整个六万人了 这不得了的殊胜的场面 不得了的 嗯 这个 这个 这种法音应该 到时候应该是能够响彻天际 啊 绝对 天上全知道 全知道 这个是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殊胜 所以这个 所以就为什么 为什么上次那个 那个李先生 他他他他愿意这么做啊 实际上 实际上就这个会场 你去参观参观 你都没有机会进去了 嗯 嗯 所以要用用用妙法度众啊 就是妙法 嗯 对不对啊 嗯 等一下就他们 秘书处 他们那个红法之位 秘书叫我 什么事情 师父不要 讲得太早 那我又讲出来 我说我做广播的 不讲怎么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跟你讲好了 你开心了 哈哈哈哈 不是我开心 是大家都开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嗯 嗯 好的好的 呃 感恩师傅开始 呃 这今天的问题 就问到这里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